打工人 作为宾客体验主管 我平时主要要负责客户的入住对接 还有离场对接这些 包括客户的入住体验 以及我们的运营 还有平时我们会做社区活动 服务四层办公空间 一百多间办公室和企业 一步投蚊子地 种下了我的跑山情节 操控油门和方向的自在 车窗外四季变化的风景 享受在路上的感觉 享受那种探索未知的期待 现在周边的话 如果去跑山的话 我推荐是离山 现在本地都说离山十八弯 不走回头路这样子 然后包括离山那块 有一家唐原豆腐店 和我小时候看投蚊子地里面 那种感觉风格就特别地像 所以说就让我感觉 梦想照进了现实 跑山不是追求速度和激情 重要的不是目的地 而是沿路的风景 提前保养好爱车 绘画好路线 打开歌单 卸下一周的疲惫 出到歌单 我的歌单非常怀旧 跟朋友聚会唱歌 他们都唱紧跟潮流的歌 别看五十九五后 我唱的最吵的歌 都得是小谷队 只要轮到我点歌 那就是打开了经典《火一沙》的大门 自己唱完一两首之后 朋友们的老歌单就都被引出来了 german 莫带小谷灭 莫带小谷 不过 那么 decis 他没什么